时尚最牛的电视剧是谁 你可能多少都听过他的大名 老友记 关于一群年轻人横跨十年 奋斗 爱情 成长的故事 老友记六位主演凭什么说他牛 迄今累计播放次数高达1000亿次 世界第一 每年仅靠重播 就能躺赚10亿美元 中国最受欢迎的两部情景喜剧武林外传 爱情公寓 在他们身上 都能找到借鉴老友记的蛛丝马迹 就连海报构图都有相似之处 来老友记客串过的奥斯卡影帝影后 以及巨星 有时二位之多 部分客串明星 数数能认权几个 豆瓣得分 实际老友记 平均9.77分 令人扎舌 要知道 被誉为国剧天花板的大明王朝 也才9.7分 更重要的是 他在全球220个地区播放过 影响深远 一位巴基斯坦小哥 就曾靠他带来的欢乐 走出了抑郁症阴影 连贝克汉姆 都是老友记的死忠粉 老友记让我喜笑颜开正 因如此 曾几何时 老友记的所有演员 包括配角走到哪里 居外人空向 说这群人是世界顶流 也当之无愧 老友记完美结局于2004年 尽管剧集现在依旧人气长红 经久不衰 但当年红极一时的演员们 如今却近况悬殊到令人震惊 有人躋身好蓝物一线 有人刻要迷糊每况愈下 还有很多熟悉且温暖的面孔 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这些曾经的老友们现在过得如何 看六位主演老友记最核心的角色 有六个 罗斯 瑞秋 莫妮卡 菲比 钱德勒 乔伊 剧集故事就是从他们25岁讲起 一直到步入中年 一 罗斯 大卫 修莫饰演 编剧亲口承认 罗斯这个角色是按照生活中大卫 修莫本人的特点来塑造的 犹太义 神经敏感 说话一字一顿 当年大卫因老友记人气有多旺 一年收到30多个电影剧本 结果他挑戏眼光不佳 第一部电影出并报 佳人就票房扑街 女主还是钢铁侠里的小辣椒 此后他如同中了谷 除了老友记 主演的所有影视作品统统不叫做 反而是在兄弟脸里客串的废柴教官 以及为动画片马达加斯加配音 令人印象深刻 如今大卫在美国演艺圈已经相当边缘化 好消息是 他即将加盟一部关于气候变化的剧集外推 合作演员包括 奥斯卡影后梅宜 初代之中侠托比马奎尔 以及全游的炯雪 不过 这种小众题材作品 几乎没可能让他重回老友记时代的巅峰 二 瑞秋 珍妮福安妮斯顿饰演 老友记中又傻又甜的瑞秋 和罗斯长达十年的爱情故事 看得观众又笑又哭 但直到17年后 我们才知道故事还另有引擎 2021年剧圈最大的瓜 就是老友记重剧特辑里 人道中往年的大卫休莫坦诚 当年自己与安妮斯顿 是互相真的来电了 只差一步 就成为现实中的恋人 拍摄间隙 摄像机捕捉到的 安妮斯顿望向大卫的眼神 安妮斯顿也承认 罗斯与瑞秋的初吻 既为角色也为自己 老友记第二季瑞秋和罗斯的初吻 不过 安妮斯顿这辈子最著名的感情故事 还是和布拉德·皮特的婚姻 当年皮特在老友记中 客串过瑞秋的同学 确认过眼神 是真爱无疑 老友记第八季布拉德·皮特 客串后来的故事全球皆知 皮特拍摄史密斯夫妇时被安吉丽娜·朱莉勾勒魂 随后抛弃安妮斯顿 娶了朱莉 有意思的是 瑞秋在老友记中最大的情敌 也名叫朱莉 安妮斯顿是老友记诸位演员中 职业生涯最成功的 她成功跻身好莱坞一线女星行列 比如我们熟悉的冒牌天神 就是她此后的代表作之一 冒牌天神与金凯莉合作 2020年 好莱坞演员工会奖颁奖 当已经与朱莉离婚的皮特上台领奖时 镜头实相地对准了坐在台下的安妮斯顿 不知道现实中的她 能否像瑞秋一样 事业有成后 最终又与爱人破镜重圆呢 3.莫妮卡 科特尼考克斯饰演 看过老友记的人都知道 没有莫妮卡 就没有落人形 她是罗斯的亲妹妹 瑞秋的高中同学 钱德勒后来的老婆 菲比的室友 最后还想要收养乔伊 莫妮卡与瑞秋在剧中是好友 私下里 他们的扮演者科特尼和安妮斯顿 也同样是超级斯党 两人不但常常约饭逛街 安妮斯顿还是科特尼小孩的教母 有记者就曾拍到 在科特尼分娩的那个月 安妮斯顿频繁进出医院探望闺蜜 安妮斯顿在医院停车场缴费 告别老友记 科特尼发展得也很成功 兼致并主演了美剧《淑女震》 是经典恐怖片《金生尖叫》系列的主角之一 还参演过《无耻之徒》和《摩登家庭》这样的高分剧集 但岁月不饶人 和安妮斯顿一样 如今科特尼一脸的玻尿酸味 很难让人再联想起 她就是曾经那个活泼灵动的莫妮卡 4.菲比 丽莎库卓饰演 在剧中 菲比出身可怜 二十几岁才见到亲生父亲 但演员丽莎库卓却生一个高职家庭 父亲是脑科专家 生活优渥 丽莎也是老友记诸位演员中感情生活最稳定的人 与丈夫恩爱至今 因此有剧迷开玩笑地讲 上帝似乎把生活亏欠菲比的 都补偿给了丽莎 关于丽莎库卓和老友记 还有两个冷知识 一是当年因为丽莎库卓拍戏时正逢怀孕 于是编剧修改了剧情 也就有了后来菲比怀三胞胎的情节 二是丽莎是天生的金发美女 当年因为她对染发素过敏 这才让菲比逃过了原剧本中的红发设定 得以保留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 在老友记之后 丽莎给动画马南波杰克宝贝老板配过音 出演过美剧《太空部队》 人家演戏是为了谋生活 唯独她 似乎只是单纯把这当成了人生爱好 四 钱德勒 马修派瑞饰演 《狼友记》史上最大牌的客串演员之一 奥斯卡影后朱利亚·罗伯茨 竟然为了区区友情客串 就与马修派瑞演了好几场吻戏 极为罕见 但知道内情的人并不意外 因为当年她与马修在片场看对了眼 两人后来还谈过一场恋爱 没错 《狼友记》中钱德勒是个活宝 女人缘欠缝 但生活中的马修却是花画公子 巨细如今她的女友比自己小了近20岁 《狼友记》第一季钱德勒被溃银行取款式 不过 马修派瑞大半辈子都处在反复戒毒的状态 1997年 因滑雪受伤 她开始酗酒并对药物产生依赖 相信《狼友记》粉丝一定记得 钱德勒在第七季和第八季之间 忽胖忽瘦的巨大变化 其实那是马修正在康复戒毒 但她并不自律 2020年马修被人拍到在街头神情恍惚的模样 疑似又刻晕了 而仔细去吧 会发现她自2017年后 就再也没有新作品问世过 2021年参加《狼友记》重剧特辑时 马修戴着白的圣人的假牙 拖着背 吐辞有些含糊不清 是六个主演中精神状态最差的 不过近日据多家媒体消息 曾在美国知名情景喜剧《狼友记》中 饰演前德勒宾的演员马修派瑞去世 享年54岁 报道称 当地时间周六下午 这位身受观众喜爱的演员 被发现逆王在洛杉矶家中的浴缸里 当地执法部门称 现场没有发现毒品 也没有他人家害的痕迹 六 乔伊 马特勒布朗饰演 乔伊是剧中性格最单纯 也最具和尔蒙吸引力的角色 一句好优端 把魅无数 当年制片人选择马特勒布朗出演乔伊 正是看中了他这迷人的外表 谁承想 如今的马特 外形却是六个人中变化最大的 用容颜近回来描述 也丝毫不差 在《重剧特辑》中 他大腹平平 头发苍白 脖子隐没在粗壮的肩膀上 一副粗犷的意大利大义形象 岁月哪里像把杀猪刀 简直就是一台绞肉机 但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 就会打开另一扇 此前因为强一这个角色过于深入人心 所以无论马特勒布朗演什么 都很容易出戏 比如他只要表情一严肃 就会让人立刻联想到乔伊著名的文屁式表演梗 老友记搞笑名场面反倒是毁容以后 因为越长越不像乔伊 马特戏路大开 其主演的高分剧集《老爸有招》已经拍到了第四季 很多人心里一定有过这样的期待 老友记还会有续集吗 但六位主演曾直接否认掉了这种可能 因为在所有创作者心里 故事已经在2004年完美结束了 刘白的结局才是最美 他没有必要被打破 更何况没有干涩的中央公园咖啡馆也会让人倍感心痛 所以千言万语 道不仅一句再见 珍重能让人相忘于江湖 且又长思于一世